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闯天下全新节目 请问CEO 我是外商CEO内商每一天的这本书的作者 黄丽燕 也是WAVE中小企业CEO品牌领导学的创办人 过去我常接受访问 但这是第一次当主持人 也是在第一次做Podcast和大家聊聊天 做了近20年的CEO 有很多CEO的好朋友 但听众朋友不要担心 以为请问CEO这个节目是请大老板来说教 其实是要让他们来聊聊他们的秘密的 来说一说他们的真心话 因为经营公司 经营品牌的哲理 也都是他们在面对人生 顺境逆境的哲学 在每个困难 不容易的时刻 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 让他们走出更宽广的道路 今天第一集我要请问的CEO 是艾卡拉的执行长兼共同创办人 SEGA 陈世佳 我们来欢迎他 主持人Margaret 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艾卡拉的执行长SEGA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呢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 真正的旅程不是以相同的眼光 看一百个地方 而是以一百种不同的眼光 去看同一片土地 所以我们邀请了各行各业 包括本土以及外商公司的CEO 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他们对品牌 领导 以及支持他们走到今天的人生信念 相同的议题 但多元的观点 我们期待和听众一起向群山举目 提高并且扩大我们的视野 这几年我在广告圈 其实服务过很多的客户 有大家很熟悉的品牌 不管是麦当劳 海尼根 Skoda 但大部分都是B2C的 消费者对品牌的喜爱 可以很快地去反映在销售的数字上面 但是B2B就是公司对公司的品牌 就比较不一样 他们比较影响的是采购的窗口 或者说主管 或者总经理 决策的时间留长也比较长 影响都比较不容易 那艾卡拉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 B2B的品牌 也是现在最夯的AI公司 Skoda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一个年轻的创业家 他毕业于美国的史丹佛大学 而且2006年就在Google 台湾在开始落地找人的时候 Skoda就是为二录取的 也是Google台湾的第三号员工 我真没有办法想象 他这样的人竟然为什么要出来创业 那创业之后当然 没有大家想象的顺利 从最初当时做线上卡拉OK的平台 就发现版权错综复杂而且很贵 两年以后呢 看好直播平台是下一个窗口 那就想说用直播社交软体 做营运的主力 却打不过YouTube Facebook 但是2016年 原来跟他们是竞争关系的Google 反而邀请了艾卡拉来做客户 最后成为台湾代理商 所以在转型转型 在转型中找到了方向 现在估值已经超过20亿 是台湾最有新创独角 受潜力的公司之一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来开始 我们的跟陈世佳执行长的一个访问 那第一个问题我想 请问在经营品牌上 你自己觉得你做过最成功的决策会是什么 我觉得一般台湾的创业家 其实对品牌的概念其实很薄弱 老实说 因为台湾一直是全世界的隐形冠军 然后台湾一直是全世界的供应链好朋友 但是始终没有走到台前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深深感受到 因为自己是网路原生的一个人 所以在Google也做过在Stanford念过书 所以就知道说 其实你看美国的品牌力其实非常非常强 我这次当然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其实经营网路公司 要跟经营供应链 其实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觉得在品牌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光是你有品牌意识 你在台湾 或者是在一些比较 以制造业为重镇的一些市场 你就会显得很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就觉得 艾卡拉这个名字一定要变成一个品牌 就好像你看Google他把自己的品牌 变成是一个动词 然后放在英文字典里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品牌 就是说当大家都跟你说 去Google一下的时候 那你就成功了 当你想要喝饮料的时候 你就马上想到一个品牌的时候 你就成功了 所以他其实品牌一开始讲的 就是一个新战律 那我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所想要达到的其实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跟主持人 黄总裁刚刚讲的一样 我们一路从线上的这些影音平台 转到一个提供B2B科技 给企业客户为主的一家公司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释放一些讯息 让我们的顾客知道 就是一想到艾卡拉 大概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公司 那我们其实在那时候内部有定了几个 要给客户的关键讯息 虽然我们是做B2B 好像是躲在幕后 那一般做B2B的可能会没有品牌概念 他说我就是供应链 供应商 可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即使作为B2B B2B是有品牌的 而且我们想要给客户的概念是 第一个 我们技术非常的厉害 第二个 我们非常可靠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是以客户至上为目标 这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内部 就定了这几个很关键的讯息 就是说 一方面 这几个讯息是我们经营内部品牌为主 就是说 内部的品牌意识其实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员工没有品牌意识 那你也不会 你对外呈现的品牌 也不会是一个很强的品牌 所以我觉得在品牌经营这条路上 我们做了最正确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 就是唤醒大家的品牌意识 知道说B2B公司也是要有品牌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在后续经营整个品牌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这是我除了B2C的客户以外 很少有一个B2B的客户 能够这么清楚的了解 说要把品牌意识给唤醒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可不可以也请问一下 那在这个经营的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做过任何一个 你觉得很失败的一个决定 在这个品牌上面 我觉得就是艾卡拉奇 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之中 我觉得我回头看 我会小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创造出太多的品牌 这个很重要 对 因为艾卡拉奇 其实历经了几次的转型 从一开始大家说 线上K歌平台 到后面我们有一个直播平台 叫另一个名字 叫Lifehouse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也是跟着顾客需求 在走 就说好像很适合音乐表演的人 在上面做表演 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就取了一个新的品牌的名字 但的确 那个时候也造成了一些风潮 但后来当然以失败收场 当然有很多刚才总裁讲到的一些市场因素 以及我们自己在寻找自己的核心技能 所造成 但是我觉得在品牌的过程当中 如果当时我有机会再冲来一次的话 我会希望我不要去创造太多的新品牌 因为在前五年 艾卡拉这边 我们创造了大概三到五个品牌 那不同的产品线 但是在后五年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 在整合和聚焦 因为真的消费者 我们真的要假设他的 第一个注意力很短 记忆力很不好 你一家公司能够传递一个品牌概念出去 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所以如果回头再来一次的话 我会选择所有事情聚焦 不要同时开始太多的品牌 我们常常在跟客户在讲的 品名百百个 品牌没半个 那第二个问题我想请问你说 你认为品牌跟生意的关联会是什么 我觉得品牌是长期 生意是短期短期短期加短期 所以品牌就像是马拉松 那生意呢 它其实像一次一次的短跑 说穿了就是说 如果即使是在数位的时代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举一些以科技公司的例子好了 就是说无论是Google或Facebook 或者是Amazon 会发现 他们在原本的核心事业做起来之后 他们想要去做任何其他事情 几乎都很快就可以一脚跨过去 这当然数位产业 它本来就有这种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本来就有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在既有的成功基础上面 变成一个品牌之后 后续他们在推出新事业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摩擦力 那种看不见的摩擦力是 一开始就比人家低的 因为他已经用品牌的力量在助攻了 同样一款饮料 如果是可口可乐来出 或者是跟台湾local的品牌来出 大家就会直觉就会觉得 哇那个品牌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消费者其实对品牌的认知 含有一些隐含的假设 比如说他们听到这个品牌 就觉得说这个是可以信赖的 在网路上可能是Google的搜寻引擎 在实体的世界可能是麦当劳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吃素食 吃素食就去吃麦当劳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子的品牌 很强的情况之下 麦当劳可以做各式各样不同的实验 它可以在台湾推出咖喱饭 它可以推出一些就是 我们一看就觉得不是很想吃 可是你想想看会不会损及它的品牌 其实不会 但是它就有这个本钱 所以品牌是一个看不见的本钱 它可以去做更多的尝试 但是却核心的这些社群消费者 却不会形成脱离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觉得品牌 其实你持续经营下去 它就会形成一个复利的效应 它其实是有看不见的复利效应在里面 就是说艾卡拉出品 一定它可以是值得客户信赖的 它们的技术团队很好 那随时找得到人 大家就会有这种既定的印象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那这些东西不见得是 第一时间就落实在每一个产品上面 但是当艾卡拉推出新产品 新品项的时候 大家就会含有对里面的银行假设在里面 所以品牌是马拉松 但是我觉得生意就是一次一次的短跑 不断的尝试 然后再找寻成功这样子 那可是很多的中小企业都跟我讲 就是说总裁 我觉得生意是很必须的 最好天天都有 那品牌是奢侈品 最好是有钱再做 那你怎么想 我觉得台湾产业的事物一般是这样 因为我们制造业 电子业 甚至于最早纺织业起家 都是供应商的角色 大家都会觉得 没有直接面对消费者这种巨大需求 可是我觉得时代改变就是在这边 因为以往这些供应链 他们是只要面对B2B的上下游的供应商 可是现在他们被迫 无论是因为供应链洗牌 或者是整个地缘政治改变 他们现在被迫要面对 直接面对消费者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痛就是 那我要怎么经营品牌 我在全世界的市占率 在欧美的市占率是百分之九十几% 可是没有人认识我这个品牌 我可能是做扣子的 可能做零组件 可能是做潜水用具 可能是做拖鞋 就是台湾太多这种隐形冠军 可是没有人认识他们 那他们就会遇到说 好那品牌就会跨不过去 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思维上面 就是因应着时代变化 一定要跨过去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这些生意 他们在供应链受到冲击之后 老实说才会痛 会痛才会想要转型 因为人不会经历这种重大伤痛 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企业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即使到现在 我觉得还有很多引擎冠军 它的供应链没有问题的话 它是不需要自己经营品牌的 就像刚才总裁讲的一样 他觉得说现在对我来说 我继续我的事业模式 对我来说还是最大利益 有些公司这还是成立 可是最近当然是因为疫情 锻炼然后地缘政治 的确供应链洗牌 有些人被迫要面对 直接面对市场 想要做转型 想要提高自己的毛利 这个时候没有品牌的思维 其实就是他们第一个遇到的挑战 那你在领导团队的时候 你做过最困难的决定是什么 我觉得最困难的决定 永远是跟人有关 就是决定谁该留下 谁该走 这件事情是领导人永远的难题 因为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 你知道你要做对组织 最大利益的事情 可是这些事情 第一个有的时候并不符合 你个人的喜好和感受 再来就是并不符合 某些个人的利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决定 谁该走谁该留 谁该升迁谁不能升迁 这个就是每年都要来一两次 每年都要来一两次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 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还是 就是人的决定 永远是对我来说 是最困难的一个决定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 让你最心痛的例子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位 在帮我们开拓海外市场的 一个非常优秀的高阶主管 对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 等于海外市场 因为整个商务旅行 中断了两到三年的时间 那这其实非战之罪 但是就是我们在海外 某些国家的拓展 的确因此整个停了下来 然后当地的团队也崩盘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变成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负责 而且其实就是说某个事业线 其实它是准备要消失的 也是因为就是在整个疫情 中断商务旅行的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把一些事业整病 那整病的过程你就会变成说 这位高阶主管没有办法留下来 这是我觉得最可惜的一件事情 你就是只能挥泪斩马迹 对只能这样子 那你如何去留住 你认为最重要的人才 可是呢你又被 那个人才可能又被别人 在世界各地里面呼唤着 我觉得就是我们 我有做一些事情 像是应该说我一直随时在讲这件事 我就说你们每一个人来艾卡拉 我非常感谢你们 但是我从来没有预设 你们会在这边待一辈子 所以你也不要觉得 我来来去去很奇怪 或者我觉得你来来去去很奇怪 就是我没有假设 每一个人会陪我走到最后 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有一个位置 就是有一个人在上面坐了20年 我反而会担心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没有成长吗 还是公司没有成长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状况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来去去是正常的 在这样的假设之下 我就直接跟大家直求对决 就说我不希望你们在这边留很久 或者留多久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们在这家公司的一天 你们就是把重要的事情带进来 等到你们离开的时候 你们把重要的事情带走 可能是你在那边学到的经验 可能是你在那边存了不少钱 我觉得都很好 但是我就是确保每个人进来 他留下重要的事情的成果 离开的时候 他自己也觉得带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无论是他的观念 或是他在这边得到的成长 这就是我跟大家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讲到人才这件事情 我们也是知道 人才流通性其实越来越大 而且留任的时间越来越短 这是全世界的常态 那就是企业主在这个状况之下 绝对不要就是心存幻想 说我一个员工就是我在这边做十年才是最棒的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情 因为技能可能也会过时 你的商业模式会改变 你随时要做组织的变革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不可能假设一个员工 就是你一直留十年二十年 你要确保的就是你的人才是不断在循环流动的 而不是一滩不会动的死水 对所以我们还其实还做得更直接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年度的这种绩效平和 我们会直接提供匿名问卷 就问一个问题 就说请问你会推荐我们给你的亲朋好友吗 推荐公司给亲朋好友 第二个问题就是 请问你有准备离职吗 就这样 但全部是匿名的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特别针对某一个人 但是我们就知道说 好 现在公司整体的预期的流动性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预先的准备 没有针对个人 但是我们对总体做出假设 是说人跟事业一样 就是会一直流动 我觉得这个才是王道 那你有没有碰过一个 你们公司里面无可取代的人 那个无可取代的人要离开的时候 无可取代吗 还是你们公司无可取代的人只有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是很希望自己被取代的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 包括我在内 因为我刚刚讲的也是一样 就是我不认为我应该一直在同样一个位置上 那对公司不见得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思考长期的时候 你会发现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 没有人是不可取代 但是不用为此感到难过 因为我觉得这是企业永续的一个方式 就是要有活水不断的流动 企业才能永续 才能一直发展 就连CEO其实也是一样 对 所以的确我们在过程当中 尤其早期的时候 碰到任何员工离职 都会心很难过 就会觉得很在意 也就会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他怎么 他是不是对我不好 是不是背叛我 但是久了之后 不只是麻木而已 不只是麻木而已 而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常态 所以我现在的观念就是说 每个人的加入会让这家公司不一样 但是我要确保的一件事情就是 每个人离开 不会对公司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但是从此这家公司会因为他离开而永远不同 但是他可以持续发展 很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艾卡拉的执行长兼共同创办人Sega Sega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最喜欢你现在这个位置 跟哪一个部分 老实说是没有 因为我其实跟蛮多朋友在开玩笑 就说CEO真的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个位置 因为所有的事情 最后的矛头就是你 无论员工出了什么事情 营收掉了多少 或者是任何任何不可预期的意外出现 都是你要负责 因为责无旁贷 因为你就是那个带头的人 无论这家公司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最后的责任就在你身上 然后以前可能会觉得说 CEO好像自己就是老板 其实你发现当了CEO之后 才发现CEO的老板更多 对因为现在员工也是你的老板 因为我们在讲雇主品牌 还是要把员工当成顾客一样的顾客体验在做 所以其实CEO这个角色 我觉得老实说 有时候开玩笑真的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烂的工作 然后你没有办法休息 因为你的工作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没有所谓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那当然我觉得我在过去几年 讲到最喜欢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 我觉得自己成长很多 这个是我相信无可取代的一个经验 对因为站在CEO这个位置 你会被逼迫要去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看不一样的风景 应该说做到这个位置 你就突然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 所以其实换位置换脑袋是很正常的 换位置换脑袋是也是必要的 因为当你看到的风景是全整个局的时候 你的思考不能跟一般的员工或主管一样 你一定是要整家公司考量 即使有人不谅解你 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说 你做的决定是对公司整体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说就是 当CEO其实让我学会这件事情 就是不是局部优化 而是整体你要去优化它 这真的就是标准的工程师的思维 我们单纯只是想说 你做CEO应该是很开心很爽 那个有地位有司机 然后那个人家看到你都会敬礼 结果他的结论竟然是说 我成长很多 而且不能局部优化 要全部优化 对对对真的真的是假 这样子你觉得你们公司的人 还想要接你的位置吗 我觉得我现在自己是没有司机 然后我也觉得我跟员工相处 其实比较像是朋友 对啊但是如果也许以后配司机 大家会比较想要接这个位置 听到你讲说你那个位置那么糟 不过我相信 不过CEO是这样 他们真的可以看到的风景趋势 真的跟别人很不一样的 我记得那个达文系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只要你尝试过飞啊 日后你走路你都会遥望天空 因为那是你曾经待过 并且想渴望回去的地方 所以我想因为你西游看到的风景 是很不一样 我相信这也会是很多年轻人 很希望能够看到的风景 达文系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 终于有一点小焦急了 那你有没有最常问自己的问题啊 每天 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一直反复产生的 就是说如果再重来一次 还要不要创业 对但是我每一次我都会重新问自己 因为创业路上其实永远都会遇到困难 每天都会不同的困难出现 每出现一次就是会想说 天哪到底这些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就会忍不住去问自己 那重来一次的话还会不会创业 就一定会连接到这边来 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不用担这些责任的话 我是不是就过得轻松自在 人生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可是我每次得到答案都是 我想应该还是会创业吧 对我觉得这就是 这是某一种必然的结果啦 因为我觉得会创业的人 他的 我以为是后来透过自我的觉察 或者是跟很多的CEO聊天之后 你会发现会创业的人 其实他是有一种特殊的性格的 是有一种特殊的性格的 所以当然我现在是CEO的位置 那同时也是一个公司的共同创办人 所以其实是有两者角色啦 但是我觉得共同创办人或创办人 跟CEO他还是有稍微有一点分别 还是有一点分别的 对所以那我现在接任这两个角色的 这个同时这个状况 其实我最常问自己的问题 还是走到那个原点 就是从来一次还要不要 那我会觉得 还是蛮值得的 就是虽然你遍体鳞伤 但是你可以跟人家说 我是打过仗的 我就是这么屌 因为我就打过仗 我真的上过战场 那我觉得这个是 反正我以后也会只剩一张嘴嘛 所以以后那就是留下这些故事 跟女儿去讲 对我觉得那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啊 你刚才也特别提到说 创业的人都有一个特殊性格 那一个是什么 我觉得那是一种渴望 他无论是渴望自己的产品 很多人用 他渴望要变成一位亿万富翁 或者他渴望要改变这些世界 他觉得不公平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创业家的这种特质 是在于内心的 他有一股渴望 无论这个渴望是好 坏 大 小 或者是选择的题目 都不一样 但这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创业者的共同点 尤其是那些真的坚持到最后的 就是他内心有一股渴望 是他的动力 否则不可能支撑下去 我觉得SEGA讲得很好 因为这个也完全呈现他自己 其实我偷偷的问过他的员工 他的员工有跟我讲说 如果这个改变世界需要 某一种人 那么SEGA就会是那个人 我觉得他完全是呈现了这个 刚才自己在讲的事情 真的有人这样讲吗 你觉得我会骗你吗 你应该夸奖说 我这么努力的做功课好吗 对啊 我其实蛮紧张 就员工会说什么 OK 请问一下 你会给自己 如果 我知道你现在很年轻 你应该现在不会超过40岁 所以你可不可以给你25岁的你 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25岁的我 我觉得一定要走向人群 因为老实说 我自己在创业以前 包括在Google工作那一段时间 其实一直到现在 我都是一个极度内向的人 好 我每次跟人家讲这件事情 没有人相信 但是认识我的 或者是跟我创业一阵 就是这些很长时间的这些朋友 都会知道 其实我私底下的话很少 少到就是我一天可以在那边 大概不讲两三句话 对我觉得独处 当然是我一个恢复能量的一个方式 对所谓的内向创业家 这种角色 但是我觉得如果给我自己 年轻更多的建议的话 我会希望自己能够更早社会化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太 可能是因为个性的关系 也曾经想要当过学者 或者是科学家 就觉得说 可以安安静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就造成了说 其实我是一个不爱讲话 然后不走向人群的人 那我给自己更早的建议是 我觉得在 无论在现在或是未来的时代 与人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在创业的这一段过程之中 大家或许会觉得很意外 就是一个CEO居然会这样讲 可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功课 它是我的一个功课 那我会希望自己更早开始做 这个功课 就是更早学会怎么去交朋友 就是跟人家讲一些垃圾话 或者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 我也会希望自己的下一代 真的赶快去社会化 然后不要带在一个同温层里 尤其是在这种演算法决定的这种时代 千万不要带在同温层里面 去广泛的接触 更多的接触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的本钱 非常好 我想请问一下 影响你最深的一两本书 会是什么样的书 第一本是 Jean Collins的这本书 就是从A到A plus 对因为老实说 我很多东西都是从书中去找答案 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受过正式的 创业的训练也好 管理的训练也好 当主管的训练也好 完全都没有 我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工程师出身 所以我很喜欢从书去找答案 那这本书它很早就出版了 可是我是在 我记得是在2016年前后 我那时候才看 其实算是很晚了 那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创业经验 然后身上已经受了很多伤了 就是很多伤痕在身上 看了这本书之后就觉得得到救赎 因为他其实讲了一些很简单的概念 可是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些观念 但是因为创业 因为中间的起伏实在太大 大到你会怀疑人生 或者是你坚持的价值观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比如说你真的要思考这么长期吗 你真的要这么注重长期利益 而不是冲短期之后 赶快就唠一票一走了之吗 有的时候就是当你失败 遭遇挫折的时候 你会去质疑自己这个最基础的 一些人们认为是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看Gene Collins 其实他就讲了一些观念 比如说他发现卓越的企业 他的CEO不是最聪明的 不是学金力最好的 而是那些坚持最久的人 这就是台湾人讲的 系彭下站久了就是你的 就是说这种传统智慧 我们小时候听长辈讲 讲讲 你说到底真的还假的 那这个观念会不会随着时代而变 会不会 就是说现在大家越来越短视经历 会不会有些观念是错的 我们一定都会这样质疑 但是看了Gene Collins 这本书之后 他其实就讲了说 他透过实证研究的方式 他去证明这件事是对的 而且他是梳理了几十年来 企业的发展的高高低低 那另一个例子 比如说他就想证明了 运气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那就有的人说你成功就是好运 你就是金汤匙 你就是怎么样重乐透 什么一堆 好 Gene Collins就去证明 他说那些最后活下来的 成就卓越的企业 他们的运气 甚至于还比那些 原本好的企业 还要差 他们遇到的倒霉事情 还比较多 所以你说这些人 他就打破了一个名字说 成功的人 一定耍了什么小轨迹或手段 他才会成功 他证明了这件事是错的 他证明了这些人 是因为兼职下来 而且有一些特质 比如说他不顾止 而且他是以长期的价值为信念 在经营公司 所以他最后成功 他用科学证明了这件事 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救赎 因为他对于我对整个世界如何运作 就是我可以更有信心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他同时也可以 就是直接的带到 我对内心的一个自信 这样子 这是我觉得第一本 对我影响很大的书 那第二本可能稍微静待一点 就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就是Ray Dalio 他出了一本叫原则的书 那我当时看到这本书 我就觉得 因为我就看原文的 那我就觉得很怪 我就说 哇 怎么会有人这样写书 他是条列式 他是一本条列式的书 我就说 这种书最好是有人会看 我翻一翻就 哇 这真的是很厉害 这个人是高手 因为他非常有系统的 把自己的原则写下来 然后是 我想应该有 至少几百条 那这个事情 就给我很大的启发 因为我刚刚讲的 Jim Collins的书 他证明的是一些 外界的因素 外界的因素是 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可是Ray Dalio这本书 他讲求的是内在 他就要你去问自己 你自己经营公司的原则是什么 所以受他这本书的启发之后 我读完大概一两年之后 我写下了自己两百多条的原则 然后写成一份SEGA的使用手册 然后给我的员工看 就说我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我倾向什么 不倾向什么 我的盲点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一本原则 这本书就让我 从外界走向自己内部 去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然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想把这家公司塑造哪些原则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本书 是一个外在一个内在 影响我最大的两本书 这很不容易 尤其还能够一个CEO 愿意把自己完全打开 然后写一个使用手册 给所有的员工 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的 那那个Ray Dalio 他自己有做超级的静坐 你有没有做 哦是吗 这个我不知道 我的方式是去公园走来走去 然后洗澡的时候 就会冒出很多的idea这样子 OKOK那很好 你刚才讲 那个A到A家的时候 其实这本书 其实他好像有出了好几本书 他好像有特别提到 引导者的心到哪里 成就就到哪里 对没错 这本我想这句话 应该也是你自己的 我觉得完全是 我觉得完全是 因为这其实是我一个 自己有的时候 会拿出来讲的座右铭 对因为你会发现 当公司到一定规模之后 那个带头的是长什么样子 整家公司就是长什么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完全 到最后是在锻炼心性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大家一开始创业 完全感觉不到 就觉得说 你就是在打高空 你们这些CEO 就在打高空 讲这些什么心法 可是你到最后会发现 真的根源就是在这边 就是你一个人的心性到哪里 你的公司的成就 就会到哪里 所以有一天 为什么我会觉得 自己不应该永远在这边 因为当有一个心性 更强的人出现的时候 我没有必要 我没有必要在自己做 因为他可以把这家公司 带向更好的地方 他就应该接手这家公司 很不错 那我最后想请你 用一句话来总结你 你对你自己人生的 某一些相信 我觉得只有四个字 就是不要放弃 就是不要放弃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学到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讲到这边实在有点哽咽 因为真的是十几年来 真的太多太多的风雨 那原本的好朋友 再也无法见面 到真正的战友离开 其实这个是一定会经历到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要放弃 就是唯一的信念 这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不只真的相信 才有办法能够坚持的走下去 所以可见你 A到A家的 那个Jim Collins的书 看了很多 所以他每天20里路 你从来没有少走过 对 虽然我最近有点胖 但是这个20里路的概念 我觉得一直都在我的心中 就是不要放弃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SEGA 跟我们聊了很多的故事 你曾经说过 执行长是最孤独的职业 因为所有的资讯都经过筛选 没有第一手 可是以你学霸的性格 我觉得你自己 常常都会找到第一手的资料 在经营品牌上的路上 有很多两难 但我相信 你这每一步 每一路 都会成为你未来成功的养分 希望如此 一定如此 谢谢听众的陪伴 请问CEO这个节目 希望带给大家 更多元的视野 在这里是没有 所谓的好坏对错 每一件事情 都有不同的观点 希望大家能够 对相同的问题 有多元的观点 并且走出更宽广 更喜欢的道路 下次见面 拜拜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